我们讲入门 不是讲禁足 八万四千法门 任何一门 你要想入门 我这么多年来 跟同学们在一起学禁教 我常讲啊 讲了十多年了 要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扬 放下无欲六成 放下贪嗔痴慢 十六个字 四四一十六个 这十六个字放下了 真放下了 你在哪里呢 你到佛的门口了 记住 没进去 我如果说 你能够入佛门呢 那是我欺骗你 我不能欺骗你 你在门口 你再努力 进一步呢 你就入佛门 放下这十六个字 是什么地位 用小陈的话来说 叫出谷项 你的方向目标 没错 是出谷 你没有真的出谷 你向出谷这条路上走 没做错 怎样才能证出谷呢 那必须要经上的标准 经上标准是 你能放下了神经 不再执着神经过了 放下边界 边界上对立 对立的念头没有了 跟一切人不对立 跟一切事不对立 跟一切万物不对立 对立的念头没有了 你的心平静了 那么再放下 见取见隔 界取见 这两种都是我们中国人 所讲的成见 那是严重的执着 我以为怎样怎样 总是自己对于别人错 这个念头要放下 在佛法里面看一切事件法 没有对错 为什么 它没有标准 维持世间社会 执序 圣人 假设一个标准 大家遵守 社会有执序 不会动乱 在佛法里 没有标准 所以没有对立 就不会产生矛盾 不会产生冲突 没有成见 不会有纷争 再把所有 错误的看法 通通放下 要写见 错误的看法 叫写见 通通放下 你才能正出国 小臣出国 许多欢 大臣呢 我们华言经讲的 粗性位的菩萨 实性里面的粗性 这真入门 这是真正佛弟子 你是上了佛教小学一年级 你正式是佛学校里面的学生 在小学一年级 这个事实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真正清楚明白了 自己才会谦虚 那个傲慢 心自然放下了 为什么呢 你的门还没入来 是不是已经到门口 还不知道了 我讲的十六个字 真正放下 你才到门口 没入门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 这十六个字放下 修什么呢 修十善业道 修十善业道之前 一定要学儒跟道 儒家的弟子规 道家的感应品 为什么 佛在敬业三福里面 明白地教导我们 修佛从哪里学起 孝养父母 奉死四场 你看 一开头 孝亲尊师 人在这个世界 这两个大恩人 我们的身体 各自于父母 父母养于之恩 这恩的太大了 老师 祈祷我们的智慧 是我们 发生会命的父母 两大恩人 我们怎样 孝敬 落实弟子规就做到了 这两句就真做到了 那功夫前身 那以后是你的慈悲 是你的智慧 你的慈悲智慧 不断向上提升呢 那你这个孝敬呢 也提升 提升到佛国 才是究竟 约满 所以你要问 佛家的教育是什么 佛家教育是孝敬 孝敬尊师 是这种教育 把这个孝敬 扩大 你看菩萨戒经 就讲得很清楚 以孝顺父母的心形 孝顺一切众生 以尊敬老师的心形 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了 尊敬一切众生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是佛教